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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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今天的《马拉伯》第七章里面 就是说谎言满报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们仍然要紧紧来跟随神 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 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求你来对我们说话 主要我们愿意来打开自己的心 留心聆听主你自己的恩言 帮助我们继续在这个分乱的世代 谎言满报的世代 如何来到紧紧跟随你 我们祈祷奉基督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今天我们其实会由第一节 看到去第十四节 所以如果你有圣经 你可以来打开 来到去叉督市又行 今天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来自第一至到第五节 我给一个讲题叫做 追求真理 不要做糊涂人 圣经马赫风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 就这么说 可能有法利赛人和几个的民事 从耶路撒冷来 到耶稣那里来聚集 他们曾看见他们的门徒中 有人用族手就是没有洗手的 来吃饭 然后第五节就说 法利赛人和民事问他说 问主耶稣 就是你的门徒你什么 不照古人的遗传 来用族手来吃饭 马赫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摆了一个小局的出来 就是那个问题或者耶稣基督的教导能力 影响力已经大到一个地步 就不单单已经去区里面了 影响了其实已经招到耶路撒冷的民事 而法利赛人知道这件事 而且加以来审核 他特别说到耶路撒冷来的 其实就好像什么呢 就是你就在分行里做 然后有总行的人来到你那里 干什么? 当然是查数、查数 当然是找错 这个问题不单单只是区域里 而是去到更高的一个地步 马赫在第一至第五节里面 其实我想说三件事 让大家去留意 第一件事当然是说到 那个结症不结症 就是族手的问题 其实这个族手的解释 就不是说一只是族手一只是圣手 你要用圣手做事就不要用族手做事 其实族手的意思就是解普通 很普通 他当时就是犹太人以色列文 就是吃饭要洗手 然后才吃饭 这个跟健康 跟卫生是没有纳能的 完全不是那样 又不是因为干净一点 所以你要洗手 其实没有纳能 其实是用了犹太人 当时就用了这种洗手 先吃饭的模式来代表出 他是犹太人 以色列文 就不跟你们外邦人 就是用了这个行径 来代表了我们这群人 是特别的一群 不是你们那群 所以他用了这一个就说 这是人的古人的遗传 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所以马赫很想你明白一样东西 无论洗手吃饭这一样东西 就不关圣经的事情 其实是关什么 是当时民族里面的需要 和圣经里面的教导 是完全来到没关系 虽然旧约里面 也有说到要洁净要洗手 但是那个洁净洗手 其实只是局限于 那个祭司要献祭之先 就要洗手 不是整个民族 你要洗手然后来吃饭 其实就没有说 圣经里面旧约 根本没有说这件事情 所以你见马赫 是很想来指出 特别他在写作记录的时候 特别写了 连民事自己的第五节里面 都自己承认了 这个和圣经根本没有纳定 是和古人的遗传 人的习族 民族里面的习族有关 这个很想讲出 第一样讲出这件事情 但是民事和古人的遗传 又有什么的纳定呢 即是你看见旧约里面 又会有祭司 又会有先知 那么民事是阿水呢 其实民事如果追溯出来 其实可以推回到以斯拉的年代里面 当时以斯拉是一个什么年代呢 其实就是犹太人亡国 然后被人被弄去他乡 然后之后那个皇又给他们回来 去耶路撒冷 但是因为一个时代太久了 所以去到别人的地方 被弄之后 就没有人教他们 神的律法典章 那个献祭的缘故 他们对旧约圣经 不懂了 已经不知道了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 一个遗字出来 就叫民事 以斯拉第七章里面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事以后 波斯王阿达涉西的年间 有过以斯拉 第六节就说 以斯拉从巴比罗人上来 去耶路撒冷 巴比罗人上来 他是一个敏捷的一个民事 什么叫敏捷的民事呢 就是 你一说一件事 他就很快能够知道 究竟涉及旧约圣经的什么条例 那个敏捷就是这里 他很快就知道是什么 然后通达耶和华 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 他是很清楚 律法里面每一条 哪条打哪条 哪条不是哪条 很明白这一件事 而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 所以他都是漂流 由阿撒士西王那个地方 去到耶路撒冷 然后第十节就说 以斯拉定置 立下志向 就是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他来去研究 然后也都将律例典章 教训给以色列民 所以你见到什么叫做民事 其实是不差的 这个位置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位置 就是将一些 将神的律法 教导给一些 不懂神的律法的人 这是一个很高尚 亦都是很重要 在社会里面来到去做的 这个是他的历史里面的天职 也都可以说是上帝给他们的民事的呼召 这个是你们该做的事情 古人的遗传是什么呢 就是几个历世历代里面 民事这么多 400多年 打口 这么多的民事 去演绎出神的教导 在那个社会里面 应该怎么去实行出来 什么做 什么不做 那个遗传下来 那个就是古人的遗传 所以当阿玛可耶稣那个年代里面 去说什么叫古人的 经常都叫古人的遗传 就是他叫某某文事 某某律法师 某某人是怎么演绎 所以他们其实是教人的 那个全益教导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久而久之就会失识了 神话语那个真谛的那一点 所以它是变 就是说那个是有不同了 加了人的意思 也都在神的话语里面 有所那个的退色与变质 在当中 马可很想在这件事情里面 来着蜜 民事 你不要只是看他 以为他坐在高位 是一个 一个的 religious 宗教的领袖 他所说的 必然是代表了神的说话 开玩笑 当然他不会说开玩笑 他说你开玩笑 他说你开玩笑 他们所教导的 同神的话语 完全没有那 是人的遗传 说话 马可在第三第四节里面 加插了这一段 如果你看回刚才的 12345节的时候 就是这一章 你看到12345 其实就是故事的情况 发生记载 其实这个故事是很完整的 125 是很完整的 但是你见到 他去到第三第四节 写完第二节 还没写第五节之间 就想起一件事 他怕你不知道 他怕你搞错了 所以他就加了第三第四节里面 就去等你可以揭开那个错觉 第三第四节就说了 原来法利塞人和犹太人 驱守古人的遗传 他不是跟神的话语 是跟古人的遗传 若不仔细 洗手就不吃饭 从史上 上来若不洗肉也不吃饭 不是洗手 要洗澡 还有好色别的规矩 他们历代驱守 就是洗杯冠 同气等物 加了这些在这里 就是想告诉你 你要看清楚 马可很害怕你一件事 就是怕你以为 民事说话 法利塞人说话 宗教领袖说话 你当然要照单全收 你当然以为 他现在说宗教神话语的事情 就照收回来 马可说 不要 你要留意 他所说的 不是神的说话 你应该要有一种 独立的思维 来到去追求真理 不要人云 亦云 不要以以为目 因为他在宗教上 有所高位 所以你就照单全收 你应该自己好好 来到去追求圣经 更加不要以为 今天主耶稣 和民事的对话 是一个旧约圣经 研究全益神科的一个对谈 没有这回事 耶稣所说的 是在说神的说话 但是民事所说的 不是神的说话 所以根本 你不要以为 他们两个是在说 旧约的一个研究 所以你可以 不要紧了 我是不是都在跟着了 不用听他所说了 他们都是在说旧约的东西 我照跟着就可以了 你不要有一种 好像要用个脑 其实他想告诉你 他想揭开这个角度 给你看见 你要自己有独立的思想 要有自己的追求 神的话 你要追求 不要做这个糊涂人 第二点 第六至到第十三节 要追求上帝 不要做假冒为善的人 主耶稣听到 这一班的民事 对他们的提问 或者对他们的 为什么你们的门徒 不用手吃饭 这一样东西 主耶稣就用第六至到第十三节 来答他们 但其实有些 就好像 问非所答 答非所问 不是 答非所问 他答的东西 不是直接 他答 洗手不洗手 逐手不逐手 那样东西 他答了另外一样东西 一开始 当头泡河 第六节就说 耶稣说 以赛亚指着 你们假冒为善的人 所说的预言 是不错的 他引用的是 以赛亚书第29章 第十三节 的一段经文 指他们 这一班民事 法利赛人 是一班假冒为善的人 那你可能问了 什么是假冒为善呢 假冒为善是做什么呢 那你可能很快都会想 就是 表面就是行善 假冒为善 就是你看得见的 就是行善 但是里面 假冒 那里面是什么 假的 不是真的 这个又是角度的问题 这个角度就是 你能看得到 以为是很好 但是其实你望穿他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不好 假冒为善 这些假冒为善的人 是什么 是一心来到行遍 他摆到明 由头到尾 就是想骗 骗死人 以为他是 你应该看我 就是很好 我是一个很好 但是其实 他内里 就是要得 好处 这个可能我们 想起假冒为善 是什么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起 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看一看 耶稣这道 是怎么形容 假冒为善的人 他接着就说了 马可风第七章就说 如经上说 这百姓用嘴唇 来到去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作道理来到教导人 所以拜我 也是枉言 你们是离异 你们是离弃神的戒命 驱守人的遗传 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 他说的那段的话 二十九章第十三节 就说了 主说 因为这百姓亲近的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 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其实是很公整的 是很一致 没有多多少少的出来 所以当我们想起 假冒为善的时候 其实主耶稣是说 嘴唇尊敬 心里远离 嘴唇尊敬 我们很快会想到 是Lib Service 只是得个讲 讲就天下无敌 做就怎样说 有心无力 但其实这里 也不是在讲这件事 因为 讲的能够 做的不行 可能是他的能力的问题 不代表他的心立坏心墙 你明白吗? 他可能就是 没有能力 或者 cannot follow through 做不到 但就不代表 他的内心是立坏心墙 立坏心墙的地方 是嘴唇特别的尊敬 但心仍然是远离 就是说他很清楚 自己里面 其实就不敬拜上帝 不是跟随上帝 但口里面 就一味说 神是尊敬神 神是恶我爱神 是形成了一种 就是一个很坏的见证 其实影响着 你不是骗着人 你正在做一个很坏的见证 出来 因为其实 有多少真是蠢人 不是呀 这个世界很聪明 那些人 望你两眼 望第三眼 其实都知道你是 你是什么了 你是什么了 对吧 你觉不觉得是这样的 对呀 你觉得当然是我 我 我挺聪明的 我一看就看穿你了 对吧 其实 根本是骗不到人 所谓的骗人 都是骗不到人 其实根本是忘穿的 不过这个也代表了一种病态的出现 有一种病态我们都要留意 这个假冒为善的病态 就是原来人可以在口里面 继续说那些尊敬神的说话 但心可以是离千百丈远 代入我们今天这个场景里面 你的口可以继续唱诗赞美著 你的心可以不在上帝里面 你可以唱歌唱得挺好的好听 举了手 闭了眼 但是你的心 可以离千百丈远 你的心 可以不是跟随神 你一样可以做了那个motion 那个action出来 但是那个心是如何 原来在教会里面 神的指纹里面 一向都有种种病态出来 这个病态就是 你口可以做一件事 手可以做一件事 但是那个心是什么 可以完全两码之事 主耶稣在这里 今天要提醒我们 要将这个 你可能会自己 骗自己的那一页 要揭开 帮你来揭开 帮你揭开 不是想与你 帮你揭开 其实是想帮你 不要在这种 熟灵的病态里面继续 口里面就说得很好听 很熟灵 内心其实跟随别神 有偶像 心不是跟随神 不过有时候 我们都见到 帮兄姐妹 有些帮兄姐妹都会好 有时候都会说 提醒帮兄姐妹 你的心是如何 我们要小心 我们不是假无为善 我们要小心 不要只是口里面尊敬神 要心里面 你是否真的跟随神 有时候 帮兄姐妹都会来 这样提醒我们 不过有时候 这个讲论 在教会里面 又不是真的 不是那么受欢迎 你明白吗 不是很受欢迎 有时候 有些组长 有些团契职员 提醒一下大家 你的心是不是真的 来到去跟随神 你的心有没有偶像 你说这些 那么什么 anti-climax 那么素兴 那么不合时宜 对了 真的知道了 好像只有你这么熟灵 觉得那些人 那些提问的人 觉得他很不合时宜 说完这些东西 应该开开心心 高高兴兴 饮杯 那就算了 说完这些 那么扎心 那么实质 那么熟灵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小组里面 团契里面 有人提醒 提出这些议案 提出这些提醒的话 我在这里 我作为教会牧师 我多谢你 我多谢你 因为你在这里帮助弟兄姐妹 留意你的心 留意他们的心 有没有 只是口信 尊敬 心里 远利 你如果小组 组长里面 这么提醒你的话 你要过去 多谢他 拍下他的肩膀 你够隔壁 你待会儿 你记住去做 如果你的团契职员 有这样提醒过 你过去拍下他的肩膀 你很厉害 多谢你 你做不做 一会儿 谁做 没有人做 喂喂喂 喂喂 我说到 你知道了 你要做 知道吗 你多谢他 因为他是帮助我们 不要走下去 那个假冒 为善 口里 尊敬 心 却远利 团契小组 见得到这件事情 就可以一起 復兴 祷告 好吗 我们要珍惜 这些弟兄姐妹 接着主耶稣 这句说话又继续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作道理 来教导人 所以 拜我的 敬拜我的 也是枉然 以赛亚书 又这么说 他们敬畏我 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 就是说到敬拜 是什么 敬拜 其实 主要的核心 就是人的心 来跟随上帝 以神的话语 为人生里面的推动力 但是在这里 什么 成为了 这帮敬拜神的推动力 不是神的话语 不是神的教导 而是人的围存 所以他们的心里面 那个的宝座 不是上帝来坐 这个就已经不是敬拜 敬拜就是神来坐在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 其实人的围存 坐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成为了他们的推动力 所以那个敬拜 不是真正的敬拜 不是真心的敬拜 所以上帝就说 你们有 偶像 其实这个就是 简单来说 你根本不是以我 为了个中心 有其他的人 其他的教导 其他的说话 你都成为了你心中的 个个的主权 假冒为善 其实是 主耶稣 是在说这几样 不过主耶稣 基督引用 以赛亚书29章 第13节的时候 你又要问一个问题 究竟主耶稣 只是想用那13节 还是想举一 反三 来让你继续看 以赛亚书29章 打下去的经文 这个我们就要问 一quote就要问这个问题 我们就看一看 看一看第13节 以赛亚书29章 打下去的几节 究竟说什么 其实都很震撼 其实我看完之后 我也很震撼 第14节开始就这么说了 你记得13节讲什么 就是说那些人 假冒为善 那些人的心 远离神 就是说那些人 心里面有偶像 好了 接着之后14节讲什么 我们一起读一不如 一二三 所以我在这百姓中 要行奇妙的事 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 是向耶和华心床谋略的 又在暗中行事 说 你看到我们的 谁知道我们呢 你们把事颠倒了 也许可看苗像如泥吗 被制作的物 也许可论制作物的说 他没有制作我 你看见上帝对以色列文的指控 不是假冒为善 骗下人 扮下事 这么简单 所以 就是说 你以为我不做事 但是恩着你的假冒为善的缘故 所以有以下的行动 我在这百姓 要行奇妙的事 这个奇妙 不是迪士尼诺园 那个奇妙 奇妙旅程 那个奇妙 那个奇妙是 你猜不到 你以为上帝不出手 奇妙的事实 就是上帝出手 你以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上帝就使智慧的人 没有智慧 聪明的人 就没有了聪明 为什么这些事不合作呢 我明明是这么想的 上帝的手在动 使你的手所做的 全部不合作 祸灾 你猜不到 你以为一味 就是上帝不会降祸于你 你开玩笑了 又是错误了 上帝说什么 会降祸的 谁说上帝不会降祸 上帝恩着你的假武为善 就是会降祸 那些向耶和话 心藏谋略 是什么意思 计算上帝 在计算上帝 暗中的行事 就说了 谁会看到我们 谁知道我们 这句话 有时候会不会在你我心命里面 都会响起 哪有人知道 哪有人会理 上帝说我会理 第十六节 你们把事颠倒 这个就是最核心的一问题 岂可汉堂 岂可汉遥障 如泥吗 在说什么 在说上帝 怎么对待上帝 当上帝是什么 一坨泥 其实是在说这件事情 一个很大的指控 究竟我们怎样去对待上帝 所以 不要以为上帝 真的 只眼开 只眼闭 也不要以为上帝 不做任何事情 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自己都要省察 我是怎么对待神 我是怎么来尊敬他 会不会只是在弟兄姊妹面前 就是尊敬 心里面 远离 我的心 应该怎样去追求上帝 怎样顺服 在他自己的大领 如果他真的是我的姚像 我就真的要将我生命的主权 来交给他 事情不是他所愿的 不是他所教导的 就要悔改 来到认罪 不是的话 我其实就是当上帝是一瓶泥的一般 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这里小心 但是耶稣基督的讲论 还没完 因为都是在讲第八节 第八节里面 耶稣基督就说这帮文士 就说 你们是离弃神的戒命 驱守人的遗传 这个我们讲了 但是原来最 还有更高一层的骂 变本加泥的差是什么呢 第九节就说 又说你们成言是 废弃神的戒命 要守自己的遗传 第八节就说 神的戒命都还在这里 不过你远离而已 第九节是说什么 你离弃了 其实 离弃神的戒命都还在这里 不存在 他就举了一个例证 他说摩西说 当孝敬父母 又说奏骂父母的必至死他 这是那个十节里面 所讲的事情 所以这是神的遗传 你们跟着 第一节就说 你的遗传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倒说 人若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你的 已经作了国耳板 国耳板就是 贡献的意思 以后你们就不用他 再奉养父母 就是说 以前有个国耳板的做法 就是 好像我有五百元 其实就是拿来 来效敬父母的 不过现在我拿了这五百元 来给了神的电 做了神的事情 所以我就没有钱 所以也不需要 来继续供养你们 因为我做了神的事情 那个transaction 就是其实 做了一个这样的做法 所以在文士里面 发来就觉得 这样的做法是OK 开了一条condition给你 但是耶稣就说 我哪有这条condition 我的戒命里面说什么 当孝敬父母 有多难去明白 孝敬父母 有多难去明白 是你们 搬龙门 其实搬了龙门 将它放大了 原本没有 在里面的 你就放大了它 使人的思心 可以得以 成全 耶稣基督就在这里 说你们 是废掉了 而他说 这就是你们 承接 遗传废了神的道 你们还做 许多这样的事 所以这个 只是冰山一角 你们所做的 做了很多 这个只是 其中一个 example 给你们 你们是离弃了 神的道 所以耶稣基督在 第六节到第十三节里面的 教导 说的是 民事 你原本应该是 教导神的指民 来到 认识神的话语 来到 就近上帝 不过你们本身 心已远离神 你们的职份 已经不再是 帮助神的指民 来到 认识上帝 亲爱的弟兄姊妹 马可 和耶稣 今天 来到 呼召你和我 来到 不要远离上帝 要追求 直接 追求上帝 不要做 假冒 为善的人 最后一点 追求复和 不要做 死不悔改的人 第十四节里面 耶稣就这样说了 耶稣又叫众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 听我的话 也要 来到明白 第十五 至到二十三节 其实就答回 初头 什么叫做 结症 什么不结症 简单来说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不是 外面 令到你 里面污蔑 而是里面的心 令到 污蔑 是由里面 移到出来 但我想今天 留意的 大家留意 第十四节 所说的 耶稣说 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也要明白 这句说话 可圈 可点 因为 文事的天积 是什么 就是要 令 以色 你问 要听 神的话 也要 明白 这句 是文事的天积 也 要 明白 这是天积 也就是说 耶稣基督 看到这帮文事 没有做他们的 职份的时候 在第十四节里 耶稣自己 亲自做了 这个真正的文事 我现今就做这个角色 帮你们知道 也要明白 但是明白 是不是那个终结呢 我们一看 以斯拉记 第九章的时候 你就发觉 知道 明白 不足够 当时 第九章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 那些以色列文 又 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不懂神的话 所以 他们又 跟外族 来通婚 所以 他们通婚之后 就不明白 原来 圣经里面 有一件事 叫做 圣结的族类 所以 他不明白 这个 我们 犹太人 是归 归给上帝 是要 叫做 归给他 不是 跟其他人 来通婚 所以 他做错 这件事 文士 以斯拉 就叫他们 知道 明白之后 更加 带领他们 来到 归回 上帝 悔改 认罪 而在第八节 里面 他更加 这么说 现在耶路说 我们的神 暂且 施恩于我们 给我们 留息 逃脱的人 使我们 安稳 如钉子 钉在 他的胜所 他犯了罪 不过 他们没有因为 这个缘故 上帝 逐他们出去 担罪他的圣索 我们的神 好光照我们的眼目 使我们 在受核制之中 稍微 復兴 当人愿意 归向上帝 上帝的怜悯 临到 人 就可以 復兴 使到 人 民族 国家 社会 都可以因为上帝的缘故 得到 復兴 一个社会里面的 復兴 可以由你 认真 认识 明白 归回 復兴 来到 开始 影响 影响 这个 社会 Diaspora 流散者 可以说在这一年多的年间里面是一个很常常说的一个字 也都是因为香港的大的移民潮的时候 这个字又再来到去响起 流散 流散去英国 流散去台湾 流散去加拿大 但是当然流散者不是单单只是因为香港的缘故成为了我们的议题 其实流散者根本由头到尾 很多人都在流散 好像这幅图画 其实很多人来到这里去过流散者 其实 由这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 又或者再去那个地方又再去不同的地方 其实就是流来流去 了奶了粗 是吧 流来流去 其实就是说这一件事 流来流去 很多人的 乌克兰 乌克兰因着战事的缘故 流来流去 Turkey 匡牙利地震 令到人 流来流去 昨天 Joe Biden说 有很多美国人 跨过加拿大 那条的border 进来我们加拿大 又是流来流去 其实一直在这里流来流去 如果我们看回以斯拉记 其实是流来流去的 因为以斯拉原本在他那个阿萨塞西王那边 然后就流去耶路撒冷 当时人民又是流来流到这里 马可福音第七章的时候 人是住了在耶路撒冷 不过他住在罗马政权底下 所以有些似就是又是住在这里 又好像不是住在这里 然后马可的年代 因为因为罗马政权来到去打压这个信徒的缘故 人又是流来流去 上帝对流散者的呼召 无论是以斯拉 耶稣 马可 呼召如一 无论你往哪里去 你都叫人 认识 明白 神的话 在当中 在你的座位 在你的地方 无论你流去哪里 都领人 归回上帝 稍微复兴 这个的信息 是呼召我们每一个 无论今天你会在多伦多 又或者未来日子 你可能会流去其他的城市 国家 甚至可能会回到原居地 无论你往哪里去 上帝今天发出来的呼召 就是流散者 你仍有使命 你的使命 就是作一个真正的民事 在你的居所 地方 来到教导别人 认识神的话 明白神的话 带他们归回上帝 稍微复兴 我们一起低头同心吐告 神爱多谢你 让我们有真理 求神你来到去帮助我们 作为流散者的 来到 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我们都要效法 主耶稣基督 做一个真的民事 来到去使人 能够明白 认识祝你自己的话 帮助我们 来到去带领着 我们身边的人 无论是小祖 又或者我们居住的地方的人 来到去归回上帝 稍微复兴 愿圣灵在当中里面引导 祈祷奉基督耶稣的命 阿们